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恐怕整个赛季都要把板凳坐穿了刘电座作为替补门将 在顶替层层受伤的比赛中出场中整体表现尚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刘电座也是希望能在未来比赛锁定主力 这是让很多球迷都期待的事情 只是在这场比赛中如果曾成能商与付出 刘电座就得打替补了 作为刘电座来说肯定希望能在这场比赛中首发出场 如果在这场比赛中不能首发也会为球队加油 相信以刘电座的发挥是不会让球迷失望 大家都期待刘电座和增程 成为恒大门江霜保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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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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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